我是地球人彭光伟 今天我们入座的来宾是新北势力特殊教育学校的费曼老师张家凯 最近有几部韩剧是非常热门 像是我们的蓝调时光还有非常律师语音无 这些韩剧之所以会引发话题除了是剧情好看之外 里面其实都有共同点身心障碍的这个角色 像我们蓝调时光里面是唐世正的艺术家 非常律师语音无这个主角他本身就是自闭者 所以我们今天地球人会客室就想来聊一聊特殊教育这个领域 很多人知道地球人是记者 但其实我大学是特教系毕业 之后才转去念了新闻所这样子就变成了特殊教育的逃兵 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非常专业的特教老师 而且是我张师大特教系的学弟家凯 那我们先请家凯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大家好我是一位特教老师 就是工伟学长讲的这样 那我现在呢是在新北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学校服务 那我服务的对象都是具有智能障碍 然后再兼具其他障碍的类别的孩子 然后都是比较重度极重度的小孩这样 那我服务的年次已经15年 那我之前也有就是获奖的记录 那我平常就是一个很喜欢艺术的人 所以我的教学都会把很多艺术的元素 融入我的教学活动中 然后现在我就是想要就用我自己的力量 想办法推广那是特教艺术的部分 希望艺术这些事情可以让一般社会大众 或者是普通教育的领域也可以跟特教啊 或对身心障碍族群中间可以搭持一座桥梁这样子 这是我正在努力的方向 是可是你在这个推广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要跟学校一般教育老师的去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自己后来毕业之后就没有再接触特教领域了 比如说一般学科的老师对于特教 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子 会不会比如说有特殊孩子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推给特教老师 或是他们在跟你们的配合上面会不会非常困难 我有听过有一些老师可能对特教学生就觉得很害怕 然后就会我听到一些同学在普通学校服务的同学 他们就会遇到一些老师遇到特教生啊 就会赶快或者甚至是疑似而已 就赶快报给特教老师啊 是通常要正式进到特教班或是特殊教育学校 都是要有一个鉴定的过程吧 你有遇过或是有听过一般老师认为他是特教学生 结果送给特教老师之后 鉴定出来他根本不是特教学生 或是不符合资格这种状况 听说有这样的状况啊 毕竟就是有很多孩子是灵界的啊 就是他只是快要接近那样特教的状况 那可能在班上跟不太上啊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 你没有办法跟大家融入的一些行为问题这样子 然后在普通班的老师就会觉得说 嗯这个可能是疑似生了 我就要来报了这样子 这样会不会变成有推学生的一个状况 一般老师觉得说 哦他虽然不是但是已经灵界了 所以需要特教老师来介入 不是特教老师就根本觉得他根本不是啊 你为什么要推到我们班上来 对对对会这样的状况 不过这时候是发生在普通学校 有资源班或者是有特教组的学校 这样会比较多这个状况这样 那我是在特教班实习 可是却因为我们都是特教老师嘛 就会常常被教区帮忙 资优班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们做了很多的方案什么的 都是最后被学校拿来做广告啦 投资很多资源的 都是一些跟资优班相关的东西这样子 做资优也很有趣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希望多花一点心思 在帮助身心障碍的学生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也要考特教学校这样 我觉得特教学校 因为整间学校资源都是在 帮助身心障碍的这一个区块这样 那应该会比我在服务 在实习那段时间 感受到的学到更多东西 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的身心障碍学生这样 我们现代人好像都有一种 是会担心事情做的不够多 做的不够好 然后最后就跟不上大家的一种焦虑感这样子 然后我在这种氛围里 偏偏又陪这一群孩子 这群孩子就是出生做注定 一辈子可能就永远跟不上人家 我们总是会设计很多的教学目标 希望他们能够达成 然后最终目标也是希望他终究可以跟上 那个社会的脚步 可以自己去自力更生这样 但是我就会在思考说 那些目标真的适合他们吗 他们天生就是带着这些不同的特质来到这世界上 是不是本来就有他的意义存在 可是我们为了希望他可以跟上大家 跟上脚步 跟大家一样快 跟大家做的一样好 然后就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些 把它训练成跟大家一样 那他一些原本不一样的特质就慢慢就建了 或者被压抑下来 我在思考这样子是对的吗 这样子是好的吗 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我有读到一个人本取向 諮商技术里面就有提到说 他们取向是希望让生命可以长出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形态这样 我就非常喜欢这个概念 我们是不是都在忙着跟着上别人 然后就忘记自己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对不对 他想了费慢这个词 然后希望来推广费慢精神 费一点啊慢一点啊 不要追求效率 然后多花一点时间跟自己相处 这样子认识自己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我想说我们的教育应该不是把每个人都塑造成一模一样的样板 而是让每个生命都应该有长出自己的样子 就像我们特教常常都用园丁这个比喻来我们这个特教工作这样 那如果特教老师是一个好园丁 一个好的园丁应该就是让该红的花就尽量红 该绿的叶就尽量绿 该高大的树就让它尽情的高大 而不是让所有的叶子 所有的花槽都一样的颜色跟一样的高度 我觉得我们在我们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里面 我们也知道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无生态环境健康程度 社会的健康程度呢 我也觉得说人类社会里面如果多样性的存在 也会是一个社会健康成熟的指标 唯有就是稍微不要那么样 废一点慢一点 不要想要就是这样一样都要跟上别人 要跟别人一样的好或一样的快 才有余裕可以长出自己生命各自该有的样子 那这个社会才会呈现出它的多样性啊 才会更健全成熟啊 才会取了费曼老师这个名字 想说我本来就是慢嘛 是我的特性 我要把这个特性就是发挥出来 它有它正向的意义存在这样子 然后把它推广出来 让大家可以就是思考一下这一些问题 然后其实如果这个社会有多一点这种费曼精神的话 我想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族群 也会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发展 他们特殊的特质出来这样 是哇我觉得佳来讲的太好了 就是让每个生命长成它应该有的样子 该红的红该绿的绿该高大的高大 那该慢的就让它慢这样子 所以他把整个费曼这两个单独看起来 偏负面的这样的意义的词句 给了他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精神 跟正面的意义 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可是他跟我们一般人所认知的 因材施教这件事情 在你自己的费曼精神里面 也是含有这个意义吗 特殊教育我们是因材施教吗 你觉得呢 在做我特教工作的时候 我会一开始 我当然就是我们会想说 我们要因材施教 然后所以特教本来就是一个 很讲求个别化的一种教育 然后要看这每个孩子的 不同的障碍程度 然后其他状况 自闭症有自闭症的教学方式 智能障碍有智能障碍特殊的 课程设计方法这样子 都有不同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特教里面 在讲的因材施教 后来我就找到 艺术这件事情 我发现艺术它是一个 非常有弹性啊 非常广泛的一个东西 而且对艺术啊 或者是对美感的追求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 人的人性 或者是人的那种 天生的一种本能这样子 在艺术里面 它可以很高深 很学院派 非常的讲求技巧 然后非常的有一些 学理根据这样子 那它也可以非常的原声啊 非常的朴素 然后非常的原创性 然后用什么方式 都可以叫做艺术 一首曲子可以变非常豪华 在演奏厅里面 然后有一个好几个声部 一起那样子演奏的 那样子也是一首曲子 或者学生在教室里面 无意识的啊叫 你说它是一首曲子 这样也可以这样子 对 是 同样一个艺术的这个东西 它就可以包容 所有的各种表达性的东西 在里面 然后我们也可以试 它的表达的 出来的那一些 它的东西里面 把它的艺术性找出来 然后再做引导 然后再继续往下发展 所以我就觉得 艺术这件事情 它同时就好像是 法华记里面讲的那一场雨 这样 可以让每一个生命 都得到滋润 但是得到滋润之后 它要继续讲的时候 我又可以有机会 英才施教 是 被开始发芽了 我在看他们发芽的状况 他们生长的状况 在给予适当的协助 这个时候就是英才施教 及个别化的教育 进来的时间了 这也就是我 把艺术放进来 教育现场之后 越用越上瘾的方法 是 因为我在费曼老师的专业里面 其实你会放一些照片 我很喜欢你孩子们 手上沾满了原料 或是蜡笔水彩 然后就开始在图纸上面抹 然后去画出他们喜欢的形状 或是颜色 即使它可能不是一个 我们认为应该具备的 一个很具体的形象 但它就是五彩缤纷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在课堂上 让孩子们自己去 透过老师的引导 然后孩子们自己 自由自在的去创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的方式 那你觉得 艺术应用在特教领域上 这些孩子们 他能知道 你要带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吗 或是他们能 透过你的艺术上面的指导 他们有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东西吗 我教学就可能会分成两种不同的方向 一种就是我今天有很明确说 我要教一个主题 那可能如果我今天要 教他们认识一些食材 要煮菜 要做什么的 我今天主题会很明确 带了一样蔬菜过来 然后今天要煮 那是什么 但是在烹调的过程当中 首先去看一下这个菜是什么颜色 然后你看我们那个切菜的时候 菜会是长长的 所以我们要切成一段一段的 那个长跟短的概念 已经就放在这里面 那长短的对比 本来就是一个艺术的元素在里面这样 在煮的时候啊 然后有啵啵啵的泡泡声啊 或我们是拿起来装盘 我们装在什么颜色的盘子上 叶菜类煮过了之后 从什么颜色变成什么颜色 颜色变深了 还是变浅了之类的 这些我就会一起带进来 然后最后呢 那个主题上完了之后 就再带一个艺术活动 我们来画一下 刚刚的那个叶子的颜色啦 玩一下那颜色 你刚刚我可能给你很多颜料 你刚刚看到了什么颜色变化 就把它混在一起 涂抹在你的涂画纸上面 或者是说 你刚刚看了叶子 从什么形状变什么形状 你也可以不想要手沾颜料 用铅笔去画也可以 我会把主题再加一个艺术活动 把它这样子串起来 然后让他们出了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学到那个主题以外 他也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 比较有审美的 或美感的那种眼光 去看这个世界 这个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这样子 有时候有些课程 可能就是主题性 可以不用那么明显 或者是说 学生的能力真的是比较 障碍程度比较重 没有办法 就是上这种主题性课程 他们也听不懂 那我就直接带艺术活动了 看他们要怎么发展 他们怎么玩 然后我再继续 加一点东西进去 我可以举一个例 像是我之前就有带过一个孩子 他固定都坐在那个椅子上面 然后旁边会有一些东西 把他挡住 因为当他情绪起来的时候 会突然可能冲起来 就往旁边看得到的人 身上就用力的捏下去 就是往人家身上垂下去 平常没事的时候 他就是坐在那里 两眼空洞 然后更流口水这样 如果拿任何教材给他 也是就是用捏的用肘的 把他揉完 然后再丢掉这样 所以这孩子根本几乎没有口语啊 然后也不知道他到底看得到 听不到还是怎样 因为他都没有什么反应 平常上课真的也不知道 教他一些比较有主题性的东西 那像这孩子有一次 我就是给他涂画纸 然后他就是揉一揉丢掉 我再把它拿起来 因为这时候纸揉过 已经有一些皱痕在 然后我在拿粉彩笔 或者是粉笔什么的 我就是拿一些素材 然后在面前涂给他看 然后涂一涂之后 你看那些皱皱的那些痕迹 就因为我涂了 这个颜色就变得很明显这样 就说你看 我涂很多颜色这样子很漂亮 这是你刚刚揉的 他又把我揉掉 再丢 后来再涂 涂完之后 这是他真的生气 然后把它撕掉 然后就丢掉 然后我就再把它拿起来 之后 我就不拿给他了 再弄下去 我怕他会有情绪 我在旁边再另外拿一张 新的图画纸 把它刚刚撕掉的那一些纸 因为已经被它揉得 有点凹凸不平 而且又撕开了 可是我把它重新拼贴 在另外一张新的一张图画纸上面 看起来就有点像一张 立体的地形图的感觉这样子 那我就把它拼贴完之后 然后就远远的 让他给他看 这是你刚刚揉的纸 然后老师帮你颜色之后 变得那么漂亮 有没有 他眼睛就这样子 一直看着我 流着口水这样看着我 但是我就是要一直让他看 你看你做了一件事情这样子 我就是想要让他知道说 你上课就是好像大部分都是 别人在照顾你啊 然后被限制出 只能坐在那 不要去欺负其他同学 不要发脾气就好 但其实你可以做一些 让那个世界更美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老师帮你做到了这样 帮你做到了 你看这样子 然后他的这一个作品 我还帮他投搞笑看 因为他没有办法表达 他到底情绪啊怎么样 但是我不管他有没有任何回馈 我先就是做给他看 然后我就相信 至少他眼睛有看到了 这一样东西了 或许在我们无法察觉的地方 也说不定就在他内在 产生了一点点小小变化 也说不定这样 是啊 我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感人 然后也是非常有趣哦 因为特教老师有时候真的 当你得不到回馈的时候 你就只能自己去想说 好我来帮他做这件事情 我给他看到了 去假设他应该知道 我们在为他做这些什么事情 尤其是多重障碍 又是重度的孩子 他没有办法给你及时回馈 所以有时候那种特教老师的成就感 他可能也不是这么快 就可以马上得到的 但是毕竟是工作嘛 毕竟是我们在教学上 还是会希望有一些成就感 那特教老师的成就感 会来自于哪里呢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 你自己在这几年的经验里面 你有没有感受到 非常感动的事情 然后学生有给你任何回馈 让你觉得 哇我的教学是值得的这样子 真的在教这些重度的 身心障碍的孩子 真的是没有办法期待说什么 教师姐可以收到卡片啊 或者是说甚至毕业之后啊 邀老师同学会干嘛的 那种成就不可能期待这种事情 这样子 我们只能就是从一些很细微的地方 去找到自己给自己一些正向的肯定 这样说对我做对了这样子 那这些地方有时候看到 就是小孩原本从 可能上课是面无表情的在上 后来发现他会有一些 当你出现在他面前 来到教室的时候看到他 看着你的表情是开心的 或者是期待的时候 然后就会大概知道说 我做的方向是对的 这样子 这孩子已经因为我产生一些改变的 这样子 看到小孩的笑容变多了 上课开心了 对啊 像之前有一个学生 是一个重度的脑性麻痹 严重到就是嘴巴都没有办法 自如的控制 会一直流口水 然后没有办法讲话这样 会发出呃呃呃的那种声音这样 后来真的很喜欢上我的课 他人生的第一句话 就是勉强挤出来 喊家开老师四个字这样子 人生超有成就感 他人生第一句话都奉献给我了 有成就感这样 真的啊 当你听到通常人生第一句话 是父母亲你知道吗 就小朋友刚刚牙牙学语的时候 第一次会叫爸爸 会会叫妈妈那种 父母亲这种成就感超大 一定会极度喜悦 但是你可以在课堂里面 听到学生的人生第一句话 我觉得这也应该是 学生给的非常非常大的反馈 对 难怪你会觉得记忆深刻 而且这么感动 回到啊 我们刚刚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有讲到有关于最近的啊 韩剧 蛮多韩剧的元素里面都融合了 有关于身心障碍这件事情 我自己在整个 虽然没有当特教老师啦 但是在媒体圈 我也有时候也会蛮关注一下 就是有关于特殊教育的相关报道 或是相关大众印象的呈现哦 你自己怎么看 就是现在整个社会 或是大众媒体呈现出来的这种既定印象 媒体有给特殊教育这个领域 有一个很公平的一个呈现方式吗 或是正面 或是你觉得过于负面 其实我没有在追剧 没有关系 那我上次有看过一点点就是 有一部韩剧叫 我是一物整理师这样子 他的那个主角是 为亚斯波格症的患者这样 如果那个在一部剧里面 可以有一些身心障碍的角色 而且是那种正面的角色出现的话 我应该有机会可以让更多 社会大众更认识 这些身心障碍者这样 像我之前有个孩子啊 他这情绪控制上面 比较有点困难 就是一天到晚骂人 上课的时候也一直在骂我张话这样 他就是什么都骂啊 甚至有一次就是 原本一开始 我真的觉得这个学生 我真的很头大 因为他这样子 我一边上课 他在旁边一边到处凑骂 所有的同学跟老师 这样我怎么上啊 那大家都注意 都在他身上这样 全校性的活动带去活动中心啊 大家校长上台讲话 他突然站起来 指着校长彼此骂你 这个笨蛋啊 这个小孩真的很头大 后来有一天看到他呢 一个人站在学校的那个校园里面 一个空地上面 然后在那边不知道对谁骂 走过去一看 发现他在对着狗大便骂 然后骂说 然后我这都豁然开朗了 我就觉得说真的不计较 他就是什么都可以骂都对了 那他有一次我们校外教学的时候 我们去淡水老街这样 然后就他也是对着路人骂 有一个路人真的被他激怒了 然后准备袖子都卷起来了 他还有旁边有别的朋友拉住他 然后我就赶快带走带走 当中美这件事这样 如果有这些更多的影视媒体啊 然后提供机会让更多社会大众 去意识到做身边 其实很多让你觉得行为举止很奇怪的人 他们可能是真的有具有身心障碍 他们具有一些困难的地方 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有恶意 要做出那一些让你不舒服的行为 我觉得这社会上可以对他们 有更多的同理更多的空间这样子 不容易发生那种准备卷起袖子来揍他 这是一个大便都会骂的小孩 他没有任何恶意这样子 对于身心障碍者本身来讲 因为身心障碍者他们 有很多时候他们对自己自我概念 其实也是蛮低的 他们常会缺乏自信啊 缺乏动机啊 然后就觉得自己就是 永远跟不上 自己永远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我觉得说如果他们 透过这些影视媒体 也看到说有一些 其实还有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 他们也是有机会 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 或者是说有机会可以营造一个 属于自己人生很精彩的故事这样子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很蛮正向的帮助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是蛮对于很多 现在影视媒体里面有很多 关于身心障碍者的一些题材啊 我是觉得蛮乐观其成的这样子 是 OK 好我觉得 嘉凯基本上现在 不知道是因为特教老师当久了 看的事情的角度都已经 把所有事情都往正向去看了 非常积极 非常有正能量 我觉得听你的谈话也非常 就是充满了这种很温暖的这种音调啊 或是这种非常温暖的这种 让人觉得这什么事情都可以往正向发展的这种感觉 我自己在特教系的四年里面 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有同理性这件事情 不管是哪一个领域 甚至包括资优 我没有去大午实习 但是我们上资优课的时候 如果选资优 这一组的话最后还是会有一些自由实习 我自己在去自由实习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这些孩子应该都比我聪明 我要怎么去教他们 对所以我就是有时候在实习 在教学的时候就会想着 要用他们的角度来去设计教案 或是设计课程 就是说如果以他们的角度 他们会想要学什么 那当然那只是实习啦 你们实际在第一线的教学上面 教了这么久 我相信你们应该会更有感 在同理性这件事情上面 你会不会觉得外界的人 非跟特殊教育领域无关的这些一般人 会不会在同理性上面是比较缺乏的 或是说现在外界的普遍对于特殊孩子的 特板印象还在 会觉得我的孩子不要跟这些学生当同学 或是说即使是在普通学校里面 普通班有一两个资源班的学生 或是特教学生 你有没有听过家长就是会很想要他 去到特教班去 然后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跟这些孩子同一般 这种比较没有的状况之下的一些比较让人难过的事情 你有听说过吗 对有耶有耶 但是就是家长总是会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嘛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 因为有一些身心障碍的孩子 他的行为问题是蛮吓人的 对比较轻微的可能就是像是怕骂人啊 或者讲个脏话这样子啊 无法控制 但是可能有一些是情绪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好 不小心会有一些攻击的行为啊 对于被攻击的孩子的那些家长 当然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的小孩就要承受这一些风险 他们当然会出于保护的心态 会希望说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 各位自己去念特教班就好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去影响我的孩子这样 影响我的学习权益啊 或者甚至是让我孩子可能有受伤的风险 那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是 就是希望说为了能够让身心障碍者 跟一般社会大众未来可以更融合在一起 一般社会大众可以接受 社会上有这些障碍者可以提早认识他们 然后身心障碍者也可以提早 就去融物社会这样 所以在教育阶段里面就进来推行回归主流 跟融合教育的事情 只要有机会的话 尽量都安排在普通班里面 是真的没有办法才抽出来到职员班 或者是安置在特教班或特教学校 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特教的孩子 是安排在普通班里面 那当然这样的摩擦就会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很需要 对于那个代班的导师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我之前在参与一些教师会的工作的时候 就会听到一些普通班的老师在抱怨这些事情 他觉得说整个教育现场是要求 我要去拼这个班级的升学率 拼这个班级的那个成绩 为我的进度要赶 可是你要安排这些特教生在我这里 那我又要配合他 调整我的上课的进度 或者是说我上课的进度 会因为要处理他的事情 然后整个被delay到这样子 他会觉得很困扰 他到底是要为了这一两个 然后整个班级的那个进度啊 或者是说什么考试的一些难易度 都要配合他去做调整 还是说其实他应该自己要想办法配合我们 我不应该再花时间在他身上 就会有这种两种不同的极端的处理方法这样 不管是哪一种方法 一定会有另外一边会觉得说 不满意啊 我的权益被牺牲了 这个问题到现在每一个教育现场 都还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 然后也都是很难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会不会根本就是无解啊 反正就是说难听一点 就是还是得为自己的 或是自己的孩子来着想嘛 就你们作为老师 或是学校里面的一些领导阶层 像是主任啊校长啊这些东西 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也是非常困扰的事情 几乎没有解决的方式嘛 最后就只能还是各做各的 或是冲突就让他一直出现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台湾的教育 就是还是升学导向啊 考试这件事情还是把它放得很重要这样子 台湾的特教啊 常常在讲融合教育 甚至在特教学校或特教班的评鉴里面 都会把融合教育这件事情 放在评鉴指标里面 就问你说你们特教学校 有办了多少融合教育的事情这样子 但是我就觉得方向有点需要再调整 因为其实我觉得融合不是 升性障碍者主动要求要去跟普教融合 是不是应该是普通教育 自己要想办法帮我们这些升性障碍者 融合到你们的所谓的主流里面去这样子 但是因为普教又忙着他们自己的升学啦 考试 那根本没有那个弹性可以再放慢速度 就回到我的那个费慢 或者是不要那么要求那一些成绩的指标这样子 然后让身心障碍的孩子可以有机会跟得上 因为如果今天我们的普通教育的教学 他可能是不见得每次都是用考试 如果是用一些专案专题实作 用一个小群组一起去完成一个专题 来代替考试的成绩 这个小组里面是不是就可以有机会 让身心障碍者进去 然后跟着普通的孩子一起互相合作 然后支持他一起去完成这些事情 那这样子就有那个弹性出现了 就有那个融合教育的机会 但是那要普通教育愿意调整啊 那普通教育还是没有办法调整 没有办法改变 就是成绩意志上的思维的话 就我们特教的孩子就是再怎么样 想要跟你融合 我们也融合不进去啊 真的真的 偶尔就是今天他们断考完了 有一个下午的空堂 或者甚至有一个整天不用做事情 在过可能放暑假的前一两天 可以来特教学校参观一下啦 入班协助啦 打扫啦 当个义工啦 这样子啊 都融合教育这样 就觉得其实就很肤浅这样子 真的耶 我觉得这就是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无奈 尤其是特教 特教真的就是想要融合 但是现在不融合的就是普通教育这一块 而且这两轨这样走 而且台湾的教改 从教改开始 一直改一直改 其实现在的整个升学方式 他也给了非常多元的管道了 说实在的 但是这些多元管道 你最后大家拼起来 还是得靠这些成绩 或是你得有一些某种成绩上的优势 你才能再让更多人去看到你成绩以外的东西 而不是先以成绩以外的东西来去展现这个人的特质 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 我刚刚又在浏览了一下你的粉丝专页 我有跟你讲说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那个费曼毛虫 我真的很希望费曼毛虫有一天可以变成一个周边商品 或是他可以去在特殊教育上面 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一种延伸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费曼毛虫 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替费曼精神找一只像是吉祥物之类的象征的动物这样子 那后来就想到毛毛虫这个东西 因为我做的是跟教育有关 教育方面的工作嘛 总是希望说可以看到一些成长希望在里面 那我觉得毛毛虫它就是一个 未来它可能有机会变成蝴蝶啦 或者是变成一只漂亮的鹅什么的 我就觉得说那毛毛虫这样子 好像是一个充满很多可能性的一种小动物 而且它又小又慢 它在大自然中真的是没有什么 可以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耶 除了说有些毛毛虫可能怕会有毒这样子 它又软又小 然后又慢 像脆弱 被一压就被压死这样子 对对对 就真的好像是我们的学生一样 就是真的很脆弱这样子 但是你真的说让这个世界上 就是说的毛毛虫都消失嘛 那对这个生态又会失衡掉了这样 它又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说那个它跟我们的特教的孩子 你有某种程度上的那种特质上的契合度这样 毛毛虫充满了很多未来的想象 然后又慢 然后好像也不像其他什么昆虫的特征 对我们这些外行人来讲 毛虫就可能像是一个剑达出奇蛋 就是你打开来之后 它明明会有什么玩具是一个surprise 就是一个惊喜 那毛毛虫的成勇 然后羽化之后 再拥打开之后 它可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美丽的蝴蝶 惊喜我们会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些我们的特教孩子 未来也有可以带给我们所有人一种惊喜 也许他们在成长之后 会得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能力啊 或是一些成就也不一定 也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